如果给你8000万 那你杀死30年后的自己 你愿不愿意 几十年后 有一种全新的职业叫做环形使者 这种职业专门杀了 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十分轻松且酬劳丰厚 接到任务后只需守在固定地点 上头就会把目标从未来传送过来 只需一枪 就能轻松得到4块银装 听着非常不错 但是 如果上头不想与你合作 就会把30年后的你传送过来 等你杀死目标的时候 才会发现那是自己 因为目标身上会带有大量金砖 这种情况叫做风环 意味着这位环形使者正式退休 可以拿着这一大笔钱享受美好人生 直到30年后的自己被传送到过去 被过去还是环形使者的自己杀掉 形成壁环 环形使者的名字就是因此而来 男主乔就是一位老练的环形使者 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非常明确 那就是涨更多的钱 在退休后的30年里 能过上灰金颅土的日子 每次单子他都会至少存下一半 日期月累之下 已经有了一库的银装 可最近圈内发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短短的一个月 居然有多位同事突然封环 频率明显远超过晚 起初他并未在意 直到这天 这家好友赛斯突然出现在他家窗户 他也是一名环形使者 但他此刻正遭追杀 而且十分惶恐 就在今早 他像晚餐一样等待任务目标 却没想到这次的目标 一出现就唱着一首熟悉的童谣 这首童谣是他妈妈独篡 只有自己会唱 他瞬间意识到什么 没错 他也要封环了 一不留神被其逃走 这种情况内含话叫做失谎 后果非常严重 此时杀手门已经追到了门口 乔一是心软 便把他藏在了自己的小金库里 杀手门没抓到赛斯 只好把乔带回去消拆 由于专门管理还行使者的头目 是上头专门从未来传送过来了 手下杀手无处 老大知道乔的人是目标 于是抛出了两个选择 要么不收他的退休金 要么把赛斯给交出来 乔也不想让自己拼搏的成果打水镖 只好供出了好友的位置 另一边 还在逃跑的老赛斯还丝毫不知 接下来要面对的将会是 无间的炼狱 手腕上突然凭空出现许多疤痕 疤痕显示出一处地址 还写着必须在15分钟内赶到 此刻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毕竟逃命要紧 可没过多久 他的小拇指突然消失 紧接着是无名指 然后连鼻子也不见 他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吓得赶紧飞奔前往指定地点 眼看即将到达目的地 他的双腿也开始消失不见 接着双手也没了 他用紧身的胳膊疯狂敲打房门 房门打开 里面是攻后夺死的杀手 原来是30年前的自己 被组织抓住消沉了人棍 虽然出卖好友让乔感到良心难安 但没办法 生活还得继续 次日他像晚上一样 在原地等待任务目标 但这次的目标却迟到了 这种情况以往从未发生 不过 没过多久 目标出现 这次的目标既没有戴头套 也没有被捆绑 而且对方的眼神和自己简直一模一样 他瞬间明了 这是30年后的自己 没有迟疑 他立刻执行风华 对面的老乔 是早有准备一般 用背后的金砖挡住了子弹 紧接着扔出一块金砖 上前迅速将小乔击云 等小乔醒来时已是傍晚 老乔留下了张纸条 让自己快点逃跑 失望的后果 他可是清清楚楚 但他还是无法发现 他辛苦长下来的金库 于是冒险回到家中 发现家里早就被组织翻了个遍 不过 他在别处还藏了钱没有被发现 却没想到杀手突然回来 欢不得路之下 他只好破窗而逃 结果一个没装吻摔下了楼 幸会老乔及时赶到 解决了杀手 然后救下小乔 之后 老乔通过手上记录了一串数字 开始搜索查询 把目标锁定在三个孩子的家庭地址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发现手腕上出现了一道流言 那是多年前他常去的咖啡店 而是清醒过来的小乔 通过这个方式联系他 小乔质问老乔 我们虽然都是同一个人 但你已经享受了你该有的人生 为何不乖乖去死 好让我享受我该有的人生 老乔说出了未来发生的事情 在原本的时间线上 他本来顺利杀死了未来的自己 完成了风华 那是多年涨下的钱和退休金 他定居在上海肆无忌惮的疯狂玩乐 在第25年的时候 他遇到了能够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他们隐居于山林之间 可好景不长 30年的时间眨眼极事 上楼派出了杀手来抓捕老乔 他虽心有不甘 却还是乖乖的放弃抵抗 可没成想 他们缩手杀死了他那无辜的棋子 为了改变这个结局 他在被传送者的前一刻 干掉了抓他的杀手 然后乘坐石关机传说到了现在 顺利的打下致命一击 想要改变未来 那就得干掉未来还行使者的老大 人称幻语池 据说他拥有神秘力量 单枪匹马就统治了未来的所有黑帮 传闻他因为小时候 亲眼看到妈妈被还行使者杀害 因此刚刚上任 做的第一件事 改变妻子死亡的结局 他决定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也就是杀死现在还是孩子时期的 幻语师 可没有人知道幻语师的真实成份 那算数字就由其他还行使者 用性命得到的线索 上面是幻语师的出生日期 和出生医院的编码 现在他用线索将目标锁定在 三个孩子之中 小乔觉得这件事情和他有毛关系 他现在只想杀死老乔 完成风华 好去享受接下来的三十年 可双方是同一个人 小乔做过的事情 也会出现在老乔的记忆之中 他完全只想小乔 这次针对自己的所有行动 小乔虽然没能击杀老乔 却是撕到了地图的一角 得到了其中一个小孩的家庭柱子 于是决定在这守株待徒 埋伏于此等待老乔的到来将其击杀 却因为毒瘾发作 彻底昏死过去 醒来时他被小孩的妈妈 萨拉救家 萨拉问他为何会出现在此 他只好说出了幻语师 和还原使者之间的恩怨 还告诉他有人要杀他的孩子 但不敢说那杀手就是未来的自己 事关孩子的生命 萨拉也不敢轻视 可小乔说的话 他也无从考证 只允许他在屋外埋伏 不准接近自己的孩子 这一切都被他的孩子 希德看在眼里 至少小乔是在暗中保护他们母子 于是偷偷邀请小乔进入屋子 还告诉他 其实萨拉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他虽然那时候他年纪尚小 但是他无法忘记自己的生母 被人杀害 次日他去找萨拉求证 可萨拉却坚定地说 希德就是他的孩子 只不过他出生后 一直是自己的姐姐在照顾他 只要姐姐被人杀害 他才搬过来照顾孩子 回去后他警告希德 不准再去和小乔见面 可孩子认为小乔是在保护他们 应该让他得到充分的休息 两人争执不下 希德突然失控 大喊萨拉是个骗子 萨拉见状却欢慢地跑出房间 将自己锁进早就准备好的保险柜里 直到没有了动静才赶出来 可在刚安抚好孩子 门外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来追杀小乔的杀手 他挟持萨拉想逼迫小乔就放 可这时希德突然下楼 看到枪对准自己后 他下楼从楼梯上摔了下 双方多少孩子方向扑去 乔要救的是孩子 可萨拉却是抱着乔从门外扑去 紧接着 屋内的家具居然全都飘向空中 那懵逼的杀手也不例外 男孩一声怒吼 那杀手就被爆成了血雾 原来在未来世界 有部分人会觉醒一种异能 能够简单地控制一些物体浮空 但这个异能除了能够把妹没有丝毫用处 因为他只能控制一些非常轻的物质 这男孩就是唯一一个能够不受限制的 控制所有物体的异类 见到刚刚大一幕 乔终于确定 男孩就是未来以一己之力 控制所有黑斑的宽宇室 萨拉一直都在骗他 他姐姐的死 定时男孩不能控制超能力给杀死 萨拉见无法隐瞒 也只能全盘拖出 乔这才意识到 这男孩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他也动了杀心 萨拉苦苦哀愁 说他一定会教他控制好情绪 成为一个善良的了 乔无法相信 可当他拿着枪找到希勒的时候 看到他那孩子般天真无邪的脸 他实在无法下手 毕竟这并不是他主观一时犯下的错误 于是他让萨拉带着孩子立即离开这里 可没过多久 老乔驾车赶到这里 因为之前孩子爆发的那一幕被小乔所见 所以老乔也有了这些记忆 他认给小乔一块金桩 说杀手组织已被他团灭 之后不会再被追杀 让他开走这辆装满金条的车子 安心去过接下来的生活 不要阻止他去杀幻语石 原来在来这里之前 他也被杀手组织发现并抓到了组部 可因为主角光环太过努力 即一人就团灭了整个组部 但小乔已经对萨拉产生了一丝情愫 老乔也深知这件事情 因为他对自己妻子的记忆正在逐渐模糊 说明他原本的人生诡计正在发生改变 必须尽快杀掉幻语石 双方僵持不下持 一个漏碗的杀手突然出现 小乔手中的枪射成不够 他朝地面开枪 利用子弹扬起漫天尘土干扰视线 等杀手接近时将其一击毙命 可这时老乔已经不见 他已经找到了萨拉母子 一枪之下擦过希德的脸皮 这也彻底点燃了希德的怒果 他再次失控 一股强大的念力在翻越树林内 形成超强冲击波 机盘感觉的小乔也被揪入漩涡之中 这情况逐渐失控 萨拉产生有母爱感化希德 容静下来后他擦了擦眼泪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和萨拉会被追杀 只不过是在情绪的下意识里 想要自保而已 可一切平静过后 老乔却再度拿起了枪 就此心切的萨拉胆在前前 他让希德快跑 看到此情此景的小乔 终于知晓一些 如果老乔开枪设计萨拉 就会让那个传闻成真 希德会黑化 最终成为让人闻风善打的唤语师 未来的一切事情 会慢慢地回到鬼道上 这就是个死循环 一个要救妻子 一个要救孩子 想要结束循环 那就只有一种方法 他果断将枪口对着自己 没有犹豫 下一秒 老乔也更之消失 他用自己的生命 成全了一对母子 至于未来还会不会 被命运操控回到鬼道上 已经和他无关了 毕竟环形时的出现 严重违反了时空秩序 或许是冥冥中有股力量 这默默地操控一切 要修正这道秩序 而希德就是那股力量的化身